而自從教育部宣布5月19號停課改為居家遠距交學 就促使了筆電、耳機、麥克風的銷量大增 現在整個停課又延到6月14號的 知名的電腦零售業就表示說 跟以往開學技相比 銷售量就像當初搶口罩一樣功不義求 目前是賣到缺貨了 教育部5月18日宣布19日全國各級學校停課 當天下午就有不少家長帶著學生到電器零售通路 搶買筆電或視訊設備 如今疫情持續升溫 停課又延長 店家依然張貼視訊鏡頭 耳機、麥克風全面缺貨的公告 一般開學技的話 大概都是父母親可能是想說有計畫性的購買 那可能會挑選的時間 以及說選擇的速度會再稍微比較久一點 但是那幾天的部分 就是客人就看有限或優先就先購買 所以他那種感覺就是有點比較像搶口罩那種方式的感覺一樣 其實在那天教育部公布說 那個電腦的部分 就是我們停課不停學的部分 那其實當天的部分就湧進很多的人潮來購買筆電 以及相關的商品的部分 其實當下當然很多的優惠的機種 大概都被銷售一空 但是公司因為都緊急拉一些很多的庫存過來 所以目前的準備都是很充足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找筆電的話 目前我們是都還有限度 那只是說有些像說視訊鏡頭 以及麥克風耳機的部分 目前就有短暫缺貨的問題 對 不過還是持續在供應這樣子 業者表示跟以往開學技相比 視訊鏡頭 耳機 麥克風 銷量有兩倍的成長 而在筆電方面 又有更顯著約30倍的成長 尤其15寸筆電銷量最好 業者也提到 隨著疫情擴散 不少民眾選擇宅在家 囤厚用的冷凍櫃 冷氣等 同樣都有超過兩倍的銷售成長 這次長方業指南商報導 公司的階療程 四十裏 糟飯 零